智力推广妇女权益跑第一 五股新真理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同时荣获新北市政府特班感谢状 并且由市长朱立伦亲自表扬 而里长表示希望两性平权观念 真正落实在社区各个角落 智力推广妇女权益跑第一 五股新真理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同时荣获新北市政府特班感谢状 并由市长朱立伦亲自表扬 里长郑国荣表示 有鉴于妇女周受家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特地结合社区发展协会成立指示带达人 希望两性平权观念真正落实在社区各角落 成立的一个指示带达人 我们希望在家庭暴力的预防 跟女性平权这个部分 两性平权这个部分 我们提倡到整个社区里面的各个角落 我们希望在21世纪 就是女性翻转的一个世纪 我们希望两性平权的一个运动在新真社区落实 指示带象征家庭暴力行为 市府透过举办转动女性影响力 武门动起来的这场嘉年华会 也因为新真社区宣导有成 唯一代表新北参加演出单位 并以行动剧的方式呈现有其用意 两性平权的这个宣导的表演 我们的妇女朋友也就是自己一定要健康 要快乐 我们的一家人才会更健康更快乐 行动剧提醒了妇女朋友 要爱家人同时也要更爱知己 此外社区发展协会在活动当天 也设置了健康促进小组的摊位 主动关怀 积极不间断向社会大众进行 两性平权的宣导 向这种使命必达完成任务 获奖实至名归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感谢观看